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乌兰说 反攻获得战术上的成功 俄罗斯承认乌军的进展 但有空中优势 英国内阁大臣打破惯例 会见台湾部长级官员 欧盟将华为和中兴列为高风险 两个企业反驳 江西河后的泛航指鼠为岩 以下是新闻详实内容 普京说 俄罗斯的核弹头比整个北约重要多 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今天表示 如果北约更多国拳任 乌兰的战争并继续向乌兰提供武器 北约的国家将面临严重的危险 北大西洋公众组织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自在保护西方国家免受前苏联的侵害 这个联盟基于一项防御的条款 即是对一个成员的攻击 被视为对所有成员的攻击 虽然乌克兰目前不是北约的成员国 但是众多的北约的成员国 已经向基辅提供了坦克、装甲车等武器 这个导致俄罗斯曾经威胁要进行报复 俄罗斯总统在讲话中表示 俄罗斯拥有大量的核武器 保证俄罗斯更安全 并指出莫斯科拥有的核武器数量 超过北约的国家 根据世界军备控制协会的数据 截至2021年1月份 俄罗斯总共拥有6250枚核弹头 美国有5200多枚 而法国和英国据说分别有220枚 和290枚 与此同时 白俄罗斯已经部署了第一批核武器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 他已经在白俄罗斯境内 部署了第一批战略核武器 这是普京首次证实这件事 彭博社报导说 普京星期五 在圣皮特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说 第一批核弹已经运到白俄罗斯 但这只是第一批 今年下末到今年的年底 我们将完成这项部署的工作 普京说 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或者存在 受到威胁 俄罗斯理论上可以动用核武器 但他认为 目前来说 俄罗斯暂时无需使用核武器 普京也说 莫斯科通过对核武器的控制 来履行核不抗产的义务 尽管俄罗斯为白俄罗斯的军队 提供了战术特种打压的主持 和使用的培训 美国白宫星期五 对普京关于使用核武器的言论 表示掩扎 不过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被问及这件事的时候说 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准备使用核武器 所以 我们认为 并没有必要调整我们的核大势 乌克兰说 反攻获得战术上的成功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 汉南马利亚尔今天说 乌克兰的军队正在该国南部 积极地加行反攻 马利亚尔说 在我们部队进攻的几乎所有区域 都取得了战术上的成功 我们的军人正在稳步推进 目前任何方向的推进 都达到了两公里 上个月被俄罗斯人占领的巴克莫特斯周围 乌克兰的军队 试图将俄罗斯的军队 赶出这个世界的郊区 乌克兰总裁司机 赞扬了这些进展 他说 所有的战士 我们卖出的每一个新步骤 我们从敌人手中解放的 每一处乌兰的土地都至关重要 俄罗斯承认乌克兰的进展 但仍然有空中的优势 从俄罗斯国防部 星期四发表的声明中推断 俄罗斯的军队 可能在烏兰南部战线的战斗中 遭到失败 这是俄罗斯第一次间接地承认 失去占领的领土 俄罗斯的国防部承认 在佛雷米夫卡地区 发生了最活躍的战斗 在过去的二十四个钟头里 俄罗斯表示已经击退了那里的五次集击 佛雷米夫卡位于俄罗斯防御工事前线 以北大约十几公里处 这个地区发生战斗的事实 可能意味着俄罗斯的防线 已经向南和向东撤退了几公里 俄罗斯的反攻在六月初发来 几乎表示已经解放了一些城市 和大约一百平方公里土地 俄罗斯一直认为这一点 俄罗斯的军队 已经在长达一千公里的战线 向俄罗斯发动反攻 俄罗斯的军事专家德克路夫说 这种情景最近几十年来 只是在海湾战争中见过 不过他说目前俄罗斯取得的战果 还极其有限 与此同时 英国国宏部在推特上报道说 自从乌兰反攻开始以来 俄罗斯就在乌兰南部 增加了攻击直升机的数量 据英国国宏部说 照片显示 有二十几架俄斯的直升机 已经部署了前线后方 大约一百公里的别尔光斯克机场 这些攻击性的直升机 将使用远程的导弹 打击地面的目标 据英国的外交部说 俄罗斯的军队很可能在乌兰南部 获得暂时的优势 继昨天和乌兰总统扎斯基会面之后 七位非洲国家的领导人 今天在圣皮特堡 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这个非洲代表团的成员 包括科摩罗、塞来加尔、南非、 赞比亚、埃格的领导人 以及江果和乌干达的高级代表 在和普京会面之前 乌兰总统扎斯基呼吁他们敦促普京 释放克里米亚等地的政治犯 此外 扎连斯基重申 在俄斯从乌兰撕军之前 和平谈判是不可能的 在同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南非的总统拉麦福萨在基辅表示 和乌的双方必须缓和局势 通过外交谈判实现和平 扎连斯基本人 就再次排除了和占领者谈判的可能性 他在会后表示 这样的谈判和停战 只会冻结战争痛苦和苦难 英国的内閣大臣打扮惯例 会见台湾部长级的官员 台湾数位发展部部长唐凤 到访英国伦敦期间 据称 和英国安全部部长陶均哈特会面 打破了英国高层官员 避免和台湾官员会面的外交惯例 据路透社6月17日引述支持人士报道 陶均哈特在星期三 6月14日 和到访伦敦出席科技州高峰会的唐凤会面 不过 议会的几名英国官员 和有关部门都不愿意透露两人会面的详情 英国内政部一位女法人表示 我们通常不会对部长级私人的会面 发表评论 而唐凤的办公室也拒绝致病 不过一位消息人士透露 他们两人会谈的内容 与双方共同安全利益有关 报道说 虽然英国的初级部长 经常和台湾部长级官员举人回答 但英国的高级部长 通常不会和台湾官员接触 因此 陶均哈特此举 很可能会引起北京政府的反弹 由多国议会组成的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执行主任普法德华 据他所知 这是英国内閣大臣 首次与台湾部长会面 他说 这是值得欢迎的 应该触害陶均哈特 顶住了来自其他部门的压力 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先例 现在所有的部长都可以讽咬 据台湾数位发展部官网公布 唐凤从6月11日起出访英国 受邀参与伦敦科技州的活动 唐凤 拜托了英国的政府部门 国会及参观卫生议者 OneLab总部等 分享台湾在数位政府治理 通讯印证 人工智能民主化等议题 努力和经验 欧盟将华为和中兴列为高风险 两间企业反驳 中国的电讯科技巨头华为 评击欧盟将其列为高风险供应商的决定 违反了自由贸易的原则 将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风险 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导 华为6月16日在一份声明中说 华为强烈反对也不同意欧洲委员会代表的评论 并评计欧盟将华为列为高风险供应商的决定 华为说 欧盟的决定显然不是基于对五指网络的核实 透明客观和技术评估 而是基于歧视性的判断 而限制和排斥将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风险 华为说 在并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 公开挑出一个单独实体并列为高风险的供应商 这样的举措是违反自由贸易原则的 同样被列为高风险的供应商 中兴通讯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 公司唯一的要求是像其他供应商那样 被监管机构和立法者公平和客观地对待 中兴说 我们欢迎监管机构和技术监督机构 在任何时对我们的产品进行外部的评估和审查 而中国的外交部受论号也表明 坚决反对欧盟国家的对话为下禁令 并指欧盟并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的依据 就这样做 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说 这样做 有违法治的精神 也是对欧方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 自由贸易 公平竞争原则的公然违背 欧洲委员会星期四发布新的指引 敦促成员各逐步淘汰电信网络中的高风险供应商 这个委员会同时宣布 计划减少自身对华为和中兴的风险厂口 不再采靠使用这两家公司的服务 并逐步停用现有的服务 欧洲委员会发声明说 委员会认为 华为和中兴实际上 比其他第五代通讯系统的供应商 会带来更高的风险 最后看看中国的消息 中国有的诚意叫指鹿为马 现在是指鼠为鸭 中国江西省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 这个月1日 在学校的食堂 试出怀疑是老鼠头的疑问 效方 随后说和这个学生对比之后 确定是鸭颈 又是这个学生现场作出书面的说明 对影片的内容做出了澄清 但是 这件事出现了反转 经过政府部门的调查 与专家的辨识 判定义密是老鼠类动物的头部 根据中新社报道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公安厅 江西省国支委 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陷查了现场调取监控的视频发现 发现的议物在事发当日 已经被涉事涉堂的工作人员扔走了 这个联合调查组通过查看涉堂后取的视频 查阅采购清单 询问涉事涉堂的负责人、后聚 以及相关的当事人、当事学生 以及现状围观学生等等 判定发现的议物并不是鸭颈 经过联合调查组认定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要对这次事件负主体的责任 而涉事的企业负直接责任 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就要负监管的责任 好,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此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